订货单显示 4月16号 毛女士通过梦天木座 定制了四扇门 外加一些门套 单据上写了房门型号 没写尺寸 一共10800块钱 她还有3800块钱 唯一款没有付 她把一间次卧的房门和门套 往门洞里装 门套抵到墙体后 房门和门套之间 有4厘米的缝隙 他们这安置身 就是两面自得墙的 这边自背景 这边自墙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他们师父也懂的 现在这个门特别这么多 这个箱台有4公分 5公分的 应该是7个毫米的缝隙 0.7的 应该两边的缝隙 加起来是0.7 那是标准的 曾师傅做过木工 她说按经验 缝隙应该剩0.7厘米 不应该有4厘米这么多 毛女士说 她后来从其他门店了解到 因为门洞是毛坯的 要通过木工板做基础 再安装门套 所以门店会在 测量数据的基础上 减掉两厘米 然后他们店里减掉两公分 然后厂里 她以为是 等于说店里给她的 就是完全的纯门洞的位置 然后到工厂里去 工厂又减掉两公分 然后等于说 整个减掉四公分 所以这门就小了这么多 毛女士家的主卧门洞 垫了木工板 门的大小是正常的 剩余三个房间的门洞 都是毛坯墙体 毛女士说 这些门都坐小了 都是78厘米宽 找到梦天木门 胡桌安吉店 老板的父亲回应 在测量的时候 如果没有木工板的话 他们只能粗略估计一下 未来的门洞尺寸 所以只记录了门洞尺寸 那这横头板 就是这块板 就是这块板 对吧 这块板呢 你看这两边 还有个门套 你看到现在吧 这两边还有个门套 那这两边 还空那么一点 本身就空那么一点 像这个门呢 它有木工板 不用打击丑的 是吧 那空一点 它门套它不真的呀 墙不提不真的呀 原始的墙 跟门要阵 要打发泡交 门要戒阵的 跟这个门只能刚刚好 是吧 我现在拍的照片 这个是专墙嘛 我们要打基础的 电盘也是木工板 电盘还一样的 电盘一个木工板 基础 基本上一点八 是吧 一共八 你说还有空到几公分 这个你看得出来的嘛 对不对 我空两边呢 对吧 你说它说这个门 小了大的 按照老板父亲的说法 测量程序没问题 不存在厂家重复 减宽度的问题 那么按照这种做法 新门开头那间 次卧的门套 安装后 就会和电视背景墙之间 存在缝隙 影响美观度 两个门 能正常安装 正常使用的 对吧 还有一个门 虽然说也能正常安装 但是毕竟是我们的问题 它到不了边 那有点丑 那我们肯定 答应给业主换掉的 无条件换掉 而可能说 尾款 可能说聊得不愉快 还能给你捡点钱 或者送点礼品 毛女士认为 按照这种方法安装 另外两扇门也不正常 这不是这样子靠着的吗 然后等于说 只靠这个水泥座 0.5 就打长 就打长 这么0.5 但是我们就是 留着怀疑不劳 如果真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也不会转 因为我们毕竟安局 做生意就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安装房门 有标准的 所有所有的房门 除了卫生间 不能低于78 你一旦低于 因为低于78 我们考虑什么 家居 我不管你是按摩椅 还是床 还是什么东西 你只要低于78 你就有可能搬不进 但是你只要大于78 或者是78 那肯定是做得进来 毛女士还反映 入户门原先是单扇 打算改成子母门 让雕老板帮忙 做个门套 结果子母门安装好 发现门套矮了十厘米 他爸老爸确实是在现场的 跟我说了 他爸也是木工 说的也比较很清楚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当时 他给我 他那个门还没有换 他给我笔划了宽度 说要做宽十公分 还是多少 做成子母门 单门变子母门 经过协商 双方同意 在雕老板原方案的基础上 减免部分煤款 具体数额还要商量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